畫面就長這樣 直接點下去 把這個裡面的內容就填到這邊來 那假如說我除了說剛剛只有寫一行程式 直接在按鈕上點兩下 會跳到這裡面來 那如果說我今天希望還做一件事情怎麼樣 我希望除了把上面的字填到下面label之外 我還希望把label的顏色 前面顏色改成比如說紅色的好了 那我要怎麼樣動態的改變 比如說字填過來之後 然後把顏色改變 顏色改變實際上這邊就牽涉到有點像 我要把這邊 用屬性裡面去更改 它的fold color的 裡面的顏色值而已 其實 那只是說我程式該怎麼撰寫 其實你要慢慢習慣就是說 它的撰寫方式也非常簡單 你就直接第一個 你要針對的是標籤 所以你必須怎麼樣 打一個標籤的名稱 就是lbl name 有沒有這個它的id 那點下去之後它會秀出什麼 一堆 這個其實就是 上面 它有的屬性 或者是它的方法 那其中我要找到的是它的屬性叫fold color 對不對 所以呢那個fold color 我就找到有沒有 你打一個f 它就自動會出現 所以一般你只要 不用記全稱 你只要記一個 開頭 然後按enter 裡面的顏色等於什麼 等於紅色 那其實紅色的話呢 它已經系統裡面已經有一個 預設的 一個類別 這個類別就是 自動幫我顯示那個顏色 那自動顯示顏色 各位稍微記一下 有一個叫system system這個類別 這個system已經預載了 系統裡面有了電 裡面的話會有個叫做 這個drobling drobling這個 這個 這裡面的話 它的裡面有一個 底下有個drobling 然後點一下之後的話呢 你再找一個color color 點下去之後就是顏色 那你就找到紅色的話你就打一個r就可以了 red就可以了 那其實如果你後面這個假設你不知道也沒關係啦 假設你這 不知道其實在那個visual studio很聰明 你有沒有要移上去之後有沒有發現 其實它就已經告訴你 你要做什麼事情 有沒有 有沒有你油標放上去它不是會出現什麼 system.drawing.color 然後後面就是你要取得的顏色了嗎 對不對 所以呢如果這些把它輸入上去之後按一個結束 按一個分號之後 再把它全部儲存 那 這樣子的話呢 將來我就按一下按鈕之後 按下這個按鈕之後的話 它做什麼事 把這上面的資料 放到這邊來並且換成紅色的 我們來執行 給各位看一下 執行起來之後的話呢 那假如說我今天呢 輸入一個文字 比如說一樣 Terry 按一個確定 你會發現有沒有 這個字 填下來之後 果真有下來 而且 顏色也變成紅色 那當然這邊還可以做很多變化 比如說你按了確定之後 還可以做別的 譬如說字可以放大 也可以啦 反正你很多的變化 他只是針對什麼 針對屬性上面 去做改變 所以 這個範例呢 最後把這個 這個 瀏覽機關 這個把它關閉 關閉之後 它又回來了 OK 所以如果回去的話 第一個 恐怕你們 假設說要先了解的話 手邊沒有書 請你先在家裡 把這個 Visual Studio 這個 這個 Visual Web Developer 這個先安裝起來 第二個的話呢 了解一下 基本的 控制項 那各位可以看到 這個裡面的 控制項 如果你都了解的話 那基本上你對 ASP.NET 你就可以掌握得很好了 不過呢 當然也有常用的 也有非常用的 你常用的話 你就是說呢 了解 之後你就知道該怎麼做 比如說Label 那這裡面有哪一些標籤 其實有些標籤不常用 不過你至少要知道 顏色 前景的部分 就是從 FOR COLOR裡面去做調整 那 裡面的字就是TEST 那至於其他什麼 這是寬度 WISE 那有沒有顯示等等 我想這部分的話呢 請各位 稍微對這個環境稍微做了解 那請各位把這個 範例完成 那完成之後呢 如果說你今天做完畢 將來要把 備份起來 不然你做網站 你下一次要開 那怎麼開 或者回家想開的話 記得 我先把它縮小 剛剛做的東西在哪裡 其實就在哪裡 因為我剛剛放桌面上面 有一個叫做 CH01 就第一張的範例 那這個地方就會產生一個資料夾 其實資料夾就是一個網站 那各位可以看到 剛剛我們做的東西就在這裡 D4.aspx 就在這裡 OK 那我想 這部分的話呢 請各位 把這部分 在練習 看看 畫面先畫給各位一下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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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